我覺得第一個部分,當然是我們一再提到也是今天記者會的很重要的訴求 有關於兩岸互設辦事處的事情 那雖然可能大家感覺上在媒體的消息,兩岸互設辦事處好像談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但這是我們正式要提醒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第一個是兩岸互設辦事處相關的協議是到目前為止政治性協議性質最高的一個協議 連馬英九總統他自己都去年的時候他就承認了 兩岸互設辦事處當然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協議 在前兩個月我們所發生的太陽花的學運期間當中 大家其實最在意的事情就是過去的兩岸協議 事實上都欠缺一個完整透明的監督體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些協議到底是誰去談的?他們怎麼談的? 最後到生效的整個過程當中 不要說國會人民他事實上能夠參與能夠知道的機會都非常非常的少 這也是為什麼說一個非常主要的核心訴求是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治化 問題是說當朝鮮政黨都已經承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應該先立法完成的同時 王璋他們現在竟然要繼續的會談 而且是要談政治性協議這麼高的兩岸互設辦事處的事項 那當然會從我們整個運動的理念 跟我們上一次所得到的運動訴求的共識 是完全相違反的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接受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剛剛你問到說 那他們這次會談可能會影響到台灣最...影響最高的是什麼? 老實的答案是啊 我不知道 那為什麼我不知道? 這才是這件事情可怕的地方 但是你覺得是一個無法預估的? 也不是無法預估你根本沒有辦法知道啊 我就問一個基本的問題嘛 王璋他們第一次會的時候 有密會了將近兩個小時 請問那兩個小時他們講了什麼? 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嗎? 而且也無法從這個...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是說 最可怕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而且我可能沒有辦法知道 那大家從這個脈絡去想 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王璋在兩岸協助監督機制 還沒有法制化之前 就在這個時候貿然會談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啊 是說 兩岸護設辦事處的這件事情 你要怎麼談?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說 那裡面 如果今天要談 兩岸都認為有護設辦事處的必要的話 那實質的內容 是什麼?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嘛 我們到今天為止 事實上連第一個層次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完 所謂 請問你們到底要怎麼談? 你們到目前為止所談的事項 是由誰決定的? 民眾有沒有參與表示意見的機會? 兩岸人民護設辦事處的議題 如果一般的公民社會沒有參與的機會 那你在直接跳到第二個層次去談 有關於內容的問題 我會覺得跳躍也太快了 那這是為什麼說 我再強調一次喔 在整個運動結束以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是說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必須要法制化 你法制化以後 你才有個常軌可以來對兩岸協議的談判 內容 以及它最後的簽署 來進行一套完整的監督 大家其實只要看 姑且 不論是官方版還是民間版 從官方版到民間版 對兩岸協議的監督 不是只有談完簽好了送到國會才開始 從一開始談的過程就開始了 如果我們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想法是從一開始談就要開始的話 現在協議監督機制還沒有法制化他們憑什麼談 他們要怎麼談 民眾要怎麼參與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我這樣說好了 當整個監察院的功能 備受整個台灣民間社會的質疑 大家用各式各樣 非常諷刺的詞彙 來去描述一個 我們所謂 武權憲法下面的一個憲政機關 叫做監察院 當然 廢除監察院 我覺得應該是台灣民間社會相當高 獲得相當高支持的一個訴求 但是問題是我們修憲太困難 非常非常的困難 你要廢監察院 你必須要修憲 那在國民黨的阻擾之下 他現在已經變成了馬英九仇佣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怎麼可能輕言廢除監察院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好 那如果監察院 他是一個沒有用的機關 我們又廢不掉他 你接下來該怎麼做 你第一個可能性是說 放任馬英九 你要提誰都可以 隨便你提啦 你要仇佣就仇佣 反正全國都知道你在仇佣 然後我們忍受 我們每年繳納稅 的錢去養那些人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嘛 那第二個可能性是說 好啦我現在廢不掉 但是你最起碼給我挑一點像樣的人進去吧 你如果要挑一點像樣的人進去的話 那些人他們夠不夠格當監察委員 裡面在整個審查的過程當中夠不夠 我覺得臥草可能在做國會監督的這件事情最清楚 我的舉例來講嘛 你們覺得這次考試委員審查的密度夠不夠 還是在大拜拜 大家就是大拜拜 然後有沒有做功課的立委去質詢 一看就看得出 沒有錯嘛 對 那你如果說 今天在牽涉到這麼重要的憲政機關 監察委員的提名上面 立法院沒有辦法好好處理的話 他事實上也對不起 事實上也對不起大家 下個禮拜 監察委員的審查會審成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那但是看這週考試委員的審查 我個人是蠻悲觀的 大家不要忘了喔 考試委員是19個人 監察委員是29個人 大家把下個禮拜可以開會的時間處於29 把29個人塞在那個時間當中 要注意喔 連公聽會都還沒開 連公聽會都還沒有開 因為這種重要人事權 一定要開立法院全院公聽會 你到現在連公聽會都還沒有開 那不是在大拜拜是在做什麼 請問現在出席公聽會的學者名單是誰 他們做了什麼準備 他們拿到哪些資料 他們29個人的資料全部都閱讀完畢了嗎 都進行必要的詢問跟調查了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請問在審什麼 那不是在開玩笑嗎 那你如果說連這種最基本的 在國會審議品質上面的民主跟品質 都沒有辦法去處理好的話 你要奢言什麼去提高什麼 國會的效能還是國會審 法案審查品質的效率 現在根本就很爛嘛 那你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立法院在臨時會衝衝好像在趕進度的方式一樣 去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你覺得台灣人民會接受嗎 你不要馬英九是最沒有資格啊 馬英九是最沒有資格 說那你們不是說 急著要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你們現在為什麼不趕快審 為什麼我說馬英九最沒有資格 2008年國會說要立的時候 從頭到尾反對的就是他 2008年到現在2014年隔了幾年 其實已經六年過去了 請問過去六年馬英九你在做什麼 然後你現在用爛開臨時會的方式 想要胡亂的動員舉手表決 通過行政院版的不監督條例 那你真的當人民是傻子嗎 馬英九你要不要先為你過去六年 耽誤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事情出來道歉 你先出來道歉啊 所以說你會覺得說第三週的話 全民還有公民團體會 不會啦我也老實講啦 到第三週你們仔細看啦 連國民黨他也不會想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為什麼我說第三週也不會審 也不會想審 因為第三週是陳其邁輪職 就是到時候是民進黨 那你會不會預測說他們還會再加開一場零食會 我現在不願意做這樣子的預測啦 不過大家冷靜的看看 第一次的零食會 他所得到的效益嘛 他所引發的爭議嘛 他所耗費的成本嘛 那大家冷靜想一想 有沒有必要再開第二次零食會 我相信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好 謝謝 謝謝